近日中东国家伊朗突然遭遇到了美国的全新制裁 当前美国不仅将全新的航母编队派遣到了波苏湾 同时还对伊朗下达了最后的禁令时间 美国当前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开战理由 伊朗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甚至美国的专家认为美军若对伊朗发起攻势 基本不用动用中东的所有军事力量 只需要一个航母编队 外加上百架先进的隐身战机 伊朗的中控权将被美军直接夺走 说实话美军分析的有几分道理 为什么这样说呢 要知道当前伊朗国内的战机空军实力令人堪忧 所以当前伊朗国内不仅对中巴联合研制的骁龙战机有一项 同时伊朗在中国举办航展中 亮相的歼伊云战机感到了十分满意 为此这一次双方一拍即合 实际上美国这样的举动非常打自己的脸面 要知道在上世纪70年代 伊朗还从美国购买了 呆放一四战机 此外还有上百枚不死秒空空导弹 这在当时让伊朗直接成为了中东的一大军事强国 实力斗争 直到后来巴勒维皇朝被推翻后 伊朗新政府开始反美 美军就彻底的和伊朗进行了断交 伊朗也开始坚定不移的走自主生产的路线 但无奈的是西方的技术封锁 伊朗截止目前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闪电战机 但基本和现代化的第三代战机 没法去比较 所以当前伊朗相中了中国的全新战机 中国没有任何约束性的条件 我们的战机价格也不贵 又可以瞬间补充伊朗国防实力